这不是也像我这样子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双腿伸直向上 靠墙单腿向上跳还容易甩腰 曲腿向上跳肩膀塌背也塌掉了 离强跳还害怕翻过去 之前还一不小心摔过好多次跤 后来通过以下方法练习终于实现了手道力之流 今天鱼就毫不保留的把这个分享给你们 第一步鱼扎砖放在骨盆正下方 保持肩膀不动让右脚穿过瑜伽砖 动态练习15次 这个动作会觉得腹骨勾和腰腹特别的酸 可以建立在向上跳手道力时肋骨不会外翻 第二步屈膝向上跳直腿向下落 落地时尽量越轻越好 向前跳时保持肩膀和手臂垂直不要冲肩过多 我们刚开始向上跳时会比较害怕 这个动作可以建立你的勇气 以至于在向上跳时肩膀的稳定度 第三步头顶底的抱枕屈膝向上跳 这个动作可以很好的保证你肩膀不会向前冲 具找到脚后跟找臀的感觉 这是一个稳定肩膀让肩膀不会往前冲非常好的办法 动态向上跳十次 第四步左边腹骨勾夹着一块鱼扎砖 双手离墙一个手掌的距离 抬高右腿向上 趋左膝蹲低然后左腿向弹簧 让向上弹 让右脚后跟靠近墙壁 向上起跳时保持腹骨勾的鱼扎砖不要掉下来 夹鱼扎砖能够建立腹骨勾的能力 经历在向上跳时的稳定性 在做的时候记得脚落地越轻越好 第五步双手离墙一个手掌的距离 屈膝向上跳 肩膀和手臂保持垂直不要向前冲 如果向前冲还是要拿抱枕练习 刚开始靠墙练习就是为了能够让脚尖去碰墙 把骨盆往上翻 你就能够找到身体的轻盈感 动态向上跳十五个 第六步屈膝向下直腿向上跳 让底骨轻轻去碰到墙壁 这个动作可以建立踩摇肌的力量 避免你在做离墙跳手倒立时容易翻过去 双腿尽量的伸直会找到大腿发力的感觉 建立在向上跳时的稳定性 在做的时候记得脚落地越轻越好 第五步双手离墙一个手掌距离屈膝向上跳 肩膀和手臂保持垂直不要向前冲 如果向前冲还是要拿抱枕练习 刚开始靠墙练习就是为了能够让脚尖去碰墙 把骨盆往上翻 你就能够找到身体的轻盈感 动态向上跳十五个 第六步屈膝向下直腿向上跳 让底骨轻轻去碰到墙壁 这个动作可以建立踩摇肌的力量 避免你在做离墙跳手倒立时容易翻过去 双腿尽量的伸直会找到大腿发力的感觉 动态做十次 第七步离墙一条腿的距离 把双脚踩到墙壁上 双腿伸直把臀部向上肩膀向上推高 这个动作可以建立肩背的稳定性 刚开始挑手倒立可能肩膀一下就没有力气了 可以做这个动作去建立肩背的稳定和力量 静态保持一分钟左右 第八步是第七步的进阶板 把双手支撑在瑜伽垫上 双脚踩到墙上 两个脚分开大一点会帮助建立稳定性更多 然后双手慢慢的靠近墙壁 刚开始练习不要走得太近 像我这个样子或者再往前一点都没有关系 大概保持五到十个呼吸左右 然后就落下来 可以进行三组的练习 可以建立核心和肩背的稳定性 避免在手倒立时肋骨掰翻 推出时双手往前爬 再把一个脚向下面落下来就能推出 第九步在头前方放一个懒人沙发 然后呢屈膝向上跳 通过这样子不断的向上跳练习 找到骨盆向上翻转 但是腹骨扫上大腿的感觉 甲鱼翻过去之后收下巴 整个人就会躺在懒人沙发上 没有任何的危险 等最后你百分百成功之后 再把懒人沙发拿掉 就能够完成手倒立的练习 觉得有用力的关注我哟 你学手倒立是不是也像我这样子 根本就